以漂流木雕刻出带有精致 却随性的漂流木石器 在漂流木的天然线条之下 赋予小型家具与家用品的新的生命 即使起到8月15号 在郭子舅音乐文化馆的寺馆 展出了五尺五鱼 古梦云个人的创作展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开始接触漂流木创作的古梦云 音源继绘接触雕刻刀后 开启了一系列的艺术创作生涯 在郭子舅音乐文化馆寺馆 继日前开幕的《鱼谷为新高龄书法》创作 《无尺五鱼》古梦云个人创作展 也在15日起开展 展览内容是以漂流木创作为主 然后创作的话大概是从 15年16年开始接触了 那怎么开始的是因为 朋友那时候送我一只雕刻刀 那他教我怎么去做木头 那因为刚好所在的地方木头很好去等 所以也开始慢慢接触漂流木的创作 那创作主要以家用品或者是一些 后来比较厉害之后慢慢的做比较大件的作品 椅子啊或者是比较长的木盘 那主要以家里用的器具为主 主要漂流木创作内容 围装小型家具 招用品或装饰品 作品线条简洁 巧妙融入台湾文化和与相关的吉祥物象征等元素 高难度的地方的话 主要是像漂流木有些有朽木的部分的话 要处理会比较难一点点 跟裂缝要填补跟拼接的地方 有没有希望民众在这个过台语中感受到什么样的顺势 木头的温度跟一些自然的生命力吧 冲作里喜欢带有一点精致但又不完美 有点随性的风格 如同漂流木的天然线条 留存着浴香也贴近大自然的感觉 且盼未来可以带给民众更纯熟更多不一样的创作 一起感受木头的温度生命的密码 集齐展出之8月15日欢迎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帮演华联士报导